歡迎回到下半部份的港馬攻略 終於來到一年一度的海船門大賽 等了很久 等了很久 我們暑假都跟大家說過很多開外馬 很多都是看著海船門大賽 也是最高獎金的一場歐洲賽事 沒錯 今屆的海船門大賽相信也是近五年入面 陣容是最星光暈暈的一屆 我想十年了 十年難得一見 真的很久都沒試過見到這麼多 你如果只是看國際評分都很誇張 雅大爺 雪滿天 巨風來欣 還有大威 創世區 其實這樣計算 那個平均是高到無論 相信這堆馬在這場賽事鬥完之後 將來配種的時候都會繼續鬥 對 稍後再說一下為什麼他們會這麼精彩 說之前好像有個尼斯要更新 對 就是今晚都相對比較新鮮 先鮮魅爾達出爐的新聞 就是關於莫艾成 他本身是來騎創世區 但是他今天在英國梳士伯利馬場 就是去賽事的時候 走三圈應該就有些意外發生了 令到他的嘴唇就傷了 裂了 送了去醫院 但是就據報現在他是OK的 即是說話沒問題 大致上的情況都是穩定的 不要緊 相信應該都對他 星期日來龍上馬場就沒什麼影響 你有影響你會戴著口罩 幫你擋一擋風 應該都擋得到的 跑馬就用手捉吹刷 加上腦袋 嘴就應該OK的戴著口罩 我想他A長交都要出的 當然啦 日本隊好像早四五個月 差不多半年的時間 一早覆定 覆定他 重任在身 是啊 我想你真的沒有一隻腳都要跑 對 人家都這麼給面子 你不跑這些小傷 我們講完這個新聞之後 開始正式講馬之前 都循例跟大家講一講這個賽事 基本資訊 海水門大賽大家都熟識的 跑法國巴黎龍上馬場 2,400米賽事 營手簡單 右轉賽道 首先是一條長直路 少少上斜 然後入彎 然後到對面過一條假直路 最後就是入直路再上斜 沒錯 其實一開波上斜的幅度也大 不過是比較長的 找位置也有時間找位置 看看外擋馬怎麼搞 至於天氣方面 日本的馬迷就不要坐 為什麼 因為星期六會下雨 星期日會下雨 但是什麼時候不下雨 就是下午到夜晚的時間不下雨 這麼糟糕 這場是四點跑的 當地時間 是啊 因為我們在說當地時間 也是 但是 預計如果它有這樣下雨 都應該在一些偏遠場地上 上演多些 但是 據我所知 創世區 希望跑爛一點 那不行 我要跳球羽舞 是啊 如果支持日本的朋友 就真的要跳球羽舞 裝香 拜神 真的要 什麼都要做齊 真的 借多未來幾年運 都要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今年對手真的很厲害 是 真是厲害 很久沒見過這麼強的陣容 是啊 好像有幾隻 一哥一姐 我們剛才也說過亞大爺 是 這個說滿天 甚至乎 有一隻來自德國的 馬王 現在現役德國馬王 第一隻跟大家看的影片 他的譯名叫 驚世絲才 譯的名字挺漂亮的 是 他的底細是如何呢 驚不驚世就不知道 他如果看紫上賽式 那當然也值得是德國馬王 暫時 因為 他今年就先贏了 這場巴登大賽 較早時間 都跑了一場柏林大賽 跑第二 輸給燈山英雌 就贏了和敦街 這場柏林大賽 上屆他都贏了 20年 是 本來也是兩項 德國一級賽 握手 看來也有些事 是啊 其實這場馬 巴登大賽 雖然他贏了 但直路上面 他現在是黃衣 黃衣 其實進到直路呢 也有些意外 他也有些片 夾到中間的藍衣 高多分陣營那隻 是 甚至乎外面 那隻 有鼻孤那隻 那隻也有少少影響 嗯 看來也好像有點暖 但是呢 他就有一件事非常之好的 是怎樣 就是他的血統有加持 是啊 沒錯 因為他的複系就叫 阿拉夫勒 可能大家就很陌生的 是 但是 一來他那個 祖父 就是 是 也是 就是我們之前 就是我們 咪後去找資料的時候 就是日本那邊 找到一個血統的數據 就是說 原來安障井 血線出來的馬 近五年跑海樹門的成績 都相當不錯 沒錯 近五年 基本上每年最少有一隻 最威三隻 嘩 這個真的很厲害 是啊 但是 今場除了他 心之所無都是同一個血派 他就是天文學家 對 就是天文學家 還有一隻好像是天使武區 天使武區那隻就是 哇 無詩義那隻 是重禮的 好像叫做Bubble Gift 嘩 無詩義 就是順便說一下 這隻既然都有機會 是 那無詩義呢 都贏過海旋門的 是 多少年前呢 我都還沒出生 多少 31年前 1990年 嘩 那隻呢 叫秀謀蘭 嘩 聽都沒聽過 大家可以上網找那條片看看 是 那你想一下 31年了 難得回去法國 還可以跑到海旋門 真厲害 真厲害 只不過今年呢 有點不同 好像沒有了伯少女 是 當年那些老伙伴都沒有了 就是那個什麼 德國四大天王 法國四大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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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的殘疑都沒有了 今年就沒有份考 是 那只剩下無詩義在做獨腳戲 有得看就好看 自在參與 我不是這樣說的 有得看就好看 也是 也是 如果用自在參與 我覺得對於他來說 是有點侮辱的 哈哈 我欣賞他的 好 希望他也有好成績 但是說回剛才那隻 經濟私財的副系 為什麼有淵源呢 就是上屆的海旋門亞軍 法力晚衝 都是源自於這個副系 那看來這個副系也有點加成 是啊 那希望他德國馬王的身份 可以成為今場賽事紀錄奇兵 是啊 為什麼我們剛才會說德國馬王 這麼開心呢 其實當年就是一隻德國馬王 這樣殺了我們來港的陣營 就是六三亞加漢陣營 啊 當年那隻是不是丹山夢 沒錯 就是丹山夢 搞定了亞加漢陣營那隻馬 我忘了叫什麼 但是 自此之後 好像都十年八年了 沒有這個亞加漢陣營的馬 在海旋門跑得好 對上一隻贏的 我印象中好像是2008年 那隻實夠威 是啊 已經是實夠威 那說著 都很久了 十幾年前了 十三年前了 那些數字都越來越大 是啊 但是說回大利威這隻馬 其實 亞加漢這次的目標就相當清晰 也是單箭頭 是啊 又終於找回他的主席了 真正的主席 宋命輪去期了 行不行 應該可以的了 上次都講得明白了 自身來的而已 這場的 二人觀光錦錶 沒錯 講到明是一定海雪門的 還要由簡國能 換到有主場之力的宋命輪 是啊 我覺得這個很關鍵 因為你到此場地情勢 很多都不知道 大蘇命輪始終都在籠上跑開 跑慣跑熟 他一定知道哪裏好哪裏不好 唯獨是怕他三磅會受困的 也是 因為始終大家有看過很多年的海雪門 有幾屆都是入籍路的馬散不開 裡面就塞車了 希望大利威 因為這些馬本身 真的正宗你半馬要時間打 你看這場外爾蘭冠軍錦錶也是 他打遲了就追不及金教堂 當然他老短 而且這場是萬步速 你前面的三次都這麼厲害 金教堂因為因爲恩雙退役 之後賽事都看不到他 可惜的 希望他的指示來香港也可以 沒錯沒錯 但是如果他可以拍著二千金教堂回來 都應該真的不差 狀態我想都越推越好 目標說明是今場 希望 除了有主場神蘇幫他之外 希望運氣都幫幫他 亦都幫蘇明倫 贏多次海泉門大賽 因爲好像真的很久沒見過蘇明倫 希望陣營今年都靠這隻可以綁一次杯 原來呢 記錯了 上次蘇明倫拿就是阿家寒那隻 吃個胃 嘩 一齊這麼久嗎 大鑊 最近那隻呢 其實我沒記錯 是黃金巨獎 應該是 跑第二 跑第二 沒辦法了 那次就是一些意外 希望大利威都可以 希望一起破壞這個數據 大利威就是馬女 你先說我現在 今屆海船門我就全力支持馬女 大利威完之後 我就到日本馬一姐 一姐 創世區 創世區 其實講起海船門 馬女一向都比較好 因為獸養榜比較多 一屆都多 特別是三歲 但是創世區就五歲 獸養榜自然會少 他這次沒記錯 他就是58kg 其實都有少少量磅 1kg 1.5kg 3磅 3磅 但是創世區 我自己這場其實都很看好 也都很希望 日本隊終於可以打爆機 找到阿莫艾成幫手 這次創世區 我現在和大家在看這條片 就是今年6月的補充紀念 沒錯 就是他在杜拜回來之後的復出戰 贏就贏得很輕鬆 當然看對手 只是贏皇室輝號 禮官花環OK 機靈金花也OK 但是 他贏兩個馬位 我自己覺得是應份的 是啊 他跑完這場之後 他就值得開船門 其實我也喜歡這個部署 如果你的日本馬做一場去跑 真的不是鬼搞的 就是那隻元口成之 是啊 其實我們都見過以前的防炮裝束 他們都這樣落地跑過 之後那場 哇 沒有影 寧願好像以前那些黃金巨像落地 直接第一場就來了 直接第一場就來了 因為要用那個新鮮感 你看他這裡都輕鬆的 是啊 好像真的要場地幫幫他 場地的話 為什麼日本隊對他這次這麼有期望 好希望靠他打爆機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源自他父系 緬甸黃城當年就是贏海船門大賽 哦 就是血統有加持 有血統加持 也是特線去跑一些 臨地甚至爛地的賽事 沒錯 是啊 所以大家如果印象中有的話 他上二零年去跑那場 有馬紀念是大勝 下雨這樣大勝回來的 還有計算方 創世區除了贏寶寵之外 我們剛才說的司馬經典賽 又說到爛的了 輸萬聖飛 就贏唯獨愛利 萬聖飛今年也繼續 終於破滿局了 已經贏到朱德王了 看看今次 找到莫艾成了 我就對阿成仔很有信心的 也都很安心的 希望我嘴不要影響到他 是啊 一點點痛了就等於激勵 希望極力到他 日本人真的癢了這個杯 很久了 但是只有一句 唉 如果你去年來 就真的有很大機會 唉 今年真的 不是猛虎都不過崗 是 嘩大哥 你講的全部都一 就是那個地方最上級 真的很少看到這樣的陣肉 不是獅子就是老虎 怎麼搞 是啊 我也不知道怎麼搞 唉 但是都希望抓日本隊好運 就是 就是爆肌 這隻都是希望所在的 應該都是 其實之前 數回黃金巨像打後 沒有什麼說馬王級去過 都是 都是一些異線的 你現在派創勢區 是叫做 日本一傘 就是跑中距離 希望可以 是啊 看了兩隻馬女 那就輪到一些馬仔 馬仔又交給阿威你了 又來了 其實你講打爆肌 這隻也是打爆肌 是 根據Winning Post所說 是 歐洲三冠 就是葉森打比 是 英王錦標 還有海雪門 大賽 那麼多年歷史裡面 只有一隻馬 是哪隻 就是 這個油獎 藍衣油獎的林泰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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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了 如果沒有記錯 好像是可密得 還是不知是 順便休息多一場 你們的肩膀 要跑多一場 我就休息多一場 看看體力上 有沒有可以佔優的地方 我相信那些傷 都應該不是說 什麼大問題 你有問題 就一早拔走了 就像金教童一樣 你的腳一有傷 就馬上退役 其實 就是小道消息 當初阿帝也 幕後也有想過 報不報你這場 也好像阿威你說的 那個考量 有機會是腳 但是最後 他跟說滿天 就是最後階段 補充報名加入 也都用主帥 嘩 這裡要提提大家 這件事 這件事很好看 為什麼呢 真的很少兩隻主帥馬的陣營 就是用主帥馬 報名和幕雅的馬 是後備身份 後補 叫後補 還要是第三階段 付錢 20萬那隻 不是20萬港幣 總之很貴 很貴 很貴 很多錢進來 很少我看到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呢 就是什麼呢 擺明大家都看到 這隻很高的了 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這隻主力 就是什麼呢 駁你不在 結果 出現第二階段 兩隻都不在 那麼 兩個神經病一起報名 這樣就造成這場 這麼神經病的賽事 嘩 真的很瘋 是啊 這場賽事是很瘋 真的 都不知道怎麼說 你看完 那條片呢 英王錦標 這條片裏面 等一下 都有幾隻馬會出現 除了跑第二的萬聖飛之外 第三的是什麼呢 深思索號 第四呢 波爾 是啊 你想一下 這場英王錦標 已經有四隻 跑回這場海船門 不是 萬聖飛沒有辦法 是啊 三隻有三隻 對 總共三隻 但是 你想一下 其實這場都很高水準 哦 你萬聖飛之後 又就是趕快贏了 朱德網 是啊 所以我想 雅大爺那些小傷 他都休息了這麼久 應該都沒什麼問題的 實力方面 都不會懷疑他 因為始終都再贏一次萬聖飛 都證明了他是真的可以的 他現在全球評分最高 是啊 到時候就看看 那個場地 那些事情 布爾河怎麼發揮 嗯 但是南三還有另外一隻 就是他的兄弟 大家也是同父 那我就其實 坦白說 我就喜歡這隻多一點 就是舉風來欣 那為什麼喜歡他多一點呢 阿大爺就有個傷患 是 舉風來欣相對來說 我就放心一點 因為他沒有事沒有幹線 嗯 又是跑過龍上馬場的了 為什麼 看這場就是那場巴黎大賽了 那這場就是 大家都知道 巨風來欣和阿大爺 就一起跑過今年的葉新打鼻 那當時就是阿大爺爆冷贏 巨風來欣其實那時候是大業門來的 就跑第三 都輸得有點遠 好了 那跟著完了之後 就大家走不同的 那個進程不同 那條線不同 阿大爺就要玩爆肌 是 那巨風來欣呢 就贏巴黎大賽 跟著再贏外爾蘭打鼻 以及贏英國勝列治 三項group one 是 那包括這場巴黎大賽是大勝的 那第三個就是阿倫坤爾 接下來這場都會跑 第二就是啟道浪漫 那 你看場地 他就證明過了 那 我會稱 那個疑點就會少些 對我來說 但是 你所說 他跑完聖列治 聖列治就二千九 而且聖列治縮回來 真的不是太好 特別是長途馬 即是長途縮回來 是真的那一場 因為 為什麼呢 跑聖列治是九月頭的事 跑海樹門是十月頭 他的休息期應該是最短的那一場 就是這樣 近乎 一個月都沒有可能 所以就希望他體力那方面 可以捱得到頂多一場 因為是惡鬥來的 其實 其實也是 聖列治 有些朋友可能會說就是 靠側頂多那四百 究竟會不會那四百就用多了力呢 但是 我自己看 其實巨峰羅人 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 也都二千四是非常之正宗 這次用排二檔 就用杜俊成 那杜俊成也不是 就是 你都小的 你都喜歡 你都喜歡成的 是啦 成字就很旺我 是啦 成字都可以的 希望他也有好表現 沒錯 那 高多分陣營 那兩隻都很厲害 那怎樣 古摩亞 古摩亞這隻後備 又是用莫亞的 是 都有很多問題了 稍後再講的 算滿天 剛才你也講起的進程 也有一件事想提醒大家 是 就是如果 雅大爺呢 他進程是跑什麼呢 如果沒有記錯呢 他應該跑那一場熱身賽 應該是 尼爾錦標 尼爾錦標 是啦 那如果他跑完尼爾錦標 又是一條很傳統的戰線 是 但是可惜他就沒有跑了 是 雪滿天呢 都是一條極度傳統的戰線 紅寶錦標 紅寶錦標 還有什麼呢 約克棍象樹大賽 是 這條線呢 曾經出現過在海樹門大賽裡面 是哪一隻 我就不太記得了 其實你在說去年心知所母 其實這條線差不多了 是 是 本身是想這樣跑的 是 之前好像城泉堡都有類似的路線 還是不知是卓弦 是 都好像 這一條是極度傳統的戰線 看看莫亞怎樣跑 這場是大道理跑的 為什麼剛才阿威說有很多故事呢 其實就是原始於跑完這場賽事 其實這場是雪滿天輸的 其實當時就贏了三項象樹大賽 又贏了很遠 很多個阿威 大家都覺得很厲害 自然擺這場紅寶錦標都看得很高 結果他輸的 輸了給那隻 那隻 天愛麗 白走那隻 現在退出了 為什麼大徒你這麼多話說呢 原來就是說 他嫌阿放頭 現在導遠欣其那隻 麗沙微笑 不夠快 對呀 那個捕捉猛 就弄得雪滿天追得不好 這樣就輸 真是Bush 我跟你說 你怎樣都好 這隻雪滿天 去到正賽不會是你手的 都是你這件衣服 老實講 你莫亞一定是這隻的 全世界都知道 都是 大徒你講這些廢話 你都不會保得住主帥 所以他不是其他心知所無 也是 但是心知所無也不要剃低他 雖然他這幾場好像跌了 不知道會不會突然跑二千四 突然間成神 嘩 你不要開玩笑 他本身贏過二千四 心知所無也都 對呀 什麼叫黑棍象樹大賽 跟雪滿天一樣 對呀 同一條線 你想想 如果兩隻這麼高的馬都看得 都是走一條線 我覺得這些你可以高度留意 有時候惡拜仁這些部署 甚至乎一些傳統戰線的部署 大家都可以參考 是很具參考的價值 特別是哪一條呢 英皇禁標 葉森打比 海旋門大賽 這三場那條戰線 如果那隻馬是這樣走過來的話 真是要極度高度留意 真是很大機會會得 即是打爆肌 是啊 其實我都看了阿大爺打爆肌 當然我都支持大理威 這兩隻我都很喜歡 我相信都是一個惡鬥來的 是 講回雪滿天 其實他這次就排九檔 用到博雅 其實跑法上應該是彈性的 還有日本隊想打爆肌 他老爸深刻 大震撼當年還是留有遺憾 他自己的子女都還沒有贏到海旋門 所以其實日本隊今年 他最有希望 其實是的 日本隊無論是父系 血統也好 陣容也好 其實都很想去贏 這隻雪滿天其實 你計證明 他三項帳樹大賽 都是贏得相當精彩 亦都很有期望 因為大家都知道 大震撼的子女 通常四至五歲才是最全盛的 沒錯 他三歲都這麼恐怖 其實幕後都看得他很高 剛才阿威都說 他都是後補加入的 是的 希望他吃完養榜優勢 他最輕的 是的 最輕的了 三歲千萬一定是最好處 看看可以吃得到多少 我都希望日本隊可以打爆肌 因為其實我們說的 都比較是一些偏熱門 你說是不是要搏冷 其實你就搏一下德國馬王 那隻預了會懶的 看看後臂無私那些是否不行 壞行是否不行 其實不一定 甚至我們剛才說巴黎大賽的阿倫坤爾 同場地同路程 都跑得好 是的 所以這場馬的變化會很多很大 那麼 投注那些我不會說 是的 那些就看電視 但是呢 這場賽事那個欣賞 那個可想 觀賞性 對 觀賞性 是高到無論的 大家不妨這條片一看再看 很多騎士的發揮呢 隨時會影響了整局的變化 是的 還有每年跑海船門那個 入直路那個形勢呢 基本上連年都不同的 有時就塞了一塊 有時就散開了 其實真的我都看到時候那個 騎士配搭啦 那個檔位 甚至那個天氣 還有那一天 那個場地 因為其實 跑海船門之前 本身都有些賽事的 雖然我們沒得看 但是當時那些騎士應該都大概會猜到 什麼跑法會是最好的 已經 沒錯 那千萬不要重蹈覆轍那些什麼 唉 海刀命門 職呂星 這兩週最痛 是的 這些跑法就不理會 不過這樣 今年你都看到武蜂而已 你看不到日本騎士的了 除了武蜂之外 那武蜂那隻就 都尊敬的 尊敬的 波爾明其實都有狀態的 但是實力上 我們真的稱不了 始終二千四真的差跌 希望他和毛詩爾也是發揮得好 都是那句 兩位騎士 看得一場得一場 真的值得尊敬的 真的很尊敬 已經是五十五十五十四 其實很難得的 你五十幾歲還可以 保持著這麼高的戰鬥力 是啊 還在這麼高強度的賽事 是啊 我想你只是看這兩位 就是叫做 老爺 殿堂級 殿堂級騎士 不要說老爺 殿堂級 是的 真的很好看 希望如果你們兩個 最後一個問題 希望大家觀眾都一起猜一下 如果毛詩爾和武蜂鬥 誰會先回來 好不可以不選 我就沒問題 不選沒問題 但我希望武蜂先回來 除了波爾明好一點之外 武蜂也很想 他也想打爆機 毛詩爾就贏過 他沒有 你給他接近一下 沒有風 好像 有些年代有些狗軟 比他再嘗試 近一下海船門的味道 都是 所以今屆的海船門大賽 話題性夠多 陣容都聲光響響 希望大家 其實都很 應該會很 欣賞 或者很享受這場賽事 也同日會有另外三場一級賽 包括新郎大賽 龍上教堂大賽 和歌劇錦標 所以 接下來這個星期日 都相當之精彩和熱鬧 沒錯 我們今集時間差不多 都跟大家說這麼多好碼 下個星期回來 看看我們說的對不對 沒錯 那就記得留意我們的港馬攻略 Follow Like Subscribe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 Bye Bye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就快點去追蹤我們的Facebook 和IG 之後再叫你的朋友 一起去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按旁邊的小鐘 那就不怕錯過我們每一集的最新資訊 記得